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學習筆記 我是阿牛哥 關心國內外時事一起成為一個Batman 今天的節目啊 就讓我們一起來關心一下 國內外到底有什麼值得關注的時事議題吧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最近國內的國土計畫法修正草案 引起了草野的軒然大波 不僅是國民黨、民眾黨、時代力量等在野黨團的一致反對 也讓許多的民間團體對政府開始產生了質疑 是不是想要趁著疫情被大肆報導的掩蓋下 混水摸魚的低調過關 默默修改或是把不明確的法案內容 偷偷放入國土計畫法修正草案當中 那現在就讓我們來一起看一看 國土計畫法修正草案到底有哪些爭議吧 因為國土計畫法原本的內容 所規定的縣市國土計畫的階段期限 即將在2020的4月30日到期 但目前還有許許多多的縣市還沒有完成相關的規劃 行政院為了因應這樣的狀況 跟國內重大建設計畫的需要 希望給予各直轄市合理的時間去規劃其成 所以在2月20日提出了政院版的修改草案 並希望內政部跟立法院、草野各黨團能夠積極溝通協調 早日完成國土計畫法的修法程序 但是啊 修正草案所提出的內容 卻引發在野黨團跟民間團體的不滿 首先 政院版的草案在修正條文第15條中 增定在經行政院合併的國家重大建設計畫情況下 而適時檢討變更各級國土計畫的內容 這一點被許多立委和環保團體質疑 那我們來看一下 怎麼會有這樣的質疑呢 其實啊 是因為過去的政府時常假借 國家重大建設的名義 來繞過審議程序進行開發 如今又在國土計畫法中 放入了沒有明確定義的國家重大建設 意思就是說啊 只需要行政院認為這個個案是國家重大建設 就可以隨時更改國土計畫 基本上就是一個空白授權 會嚴重破壞國土規劃的穩定性 另外啊 政院版草案第45條 規定國土計畫法的擬定 還有審議作業 國土功能分區畫設等作業內容 也從兩年內修改成一定期限內完成 這樣的情況 其實會被認為是無限延長 可能會造成縣市國土計畫法的核定 變得遙遙無期 由此看來啊 難怪這兩個條文的內容 會被許多在野黨團跟環保團體批評 是為了開發而大開後門 架空國土計畫法的 不過啊 即便受到了諸多的批評 而民進黨仍然在3月13日 藉著黨團人數優勢的情況下 強行表決 將政院版通過一讀 交由內政委員會審查 這個舉動就更擴大了在野黨團 跟民間團體的不滿 但在這個時候啊 民進黨就講話囉 他們表示並不會全盤接受行政院版本的內容 會要求正面表列 國家重大建設 並限縮在新能源 文化 農業等3個領域 並會要求具體的時間 不會接受一定期限的限制 那至於這個法案之後 將會如何發展 其實是非常值得我們繼續關注下去的 不要讓下一個過度開發再次發生 其實是需要你跟我一起繼續努力 好 緊接著讓我們來看一下 國際上到底發生了什麼樣的大事吧 在國際上啊 美中兩國則是因為疫情的問題 雙方大打口水戰 川普大大更是在推特上面 多次將新冠肺炎病毒 稱為中國病毒 引發了種族歧視的爭議 並在記者會上表示 欸這個我的用意啊 只是傳達他來自於中國而已啊 所以我才會這樣用他嘛 但川普大大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反應呢 原來是老共的外交官發言人趙立堅 在推特上表示啊 美軍散布病毒的預測 認為這可能是美國軍方 將新型冠肿病毒帶到了中國武漢 引起了廣泛的關注 而為了回擊中國 川普才大動作的 以中國病毒一詞表達自己的不滿 其實我們這邊要表達一下自己的立場啊 中國這個舉動其實是應該要嚴重譴責的 畢竟身處在外交官發言人的這個位置 一舉一動其實都代表著外交部 這樣散布預測是絕對不行的 而在此之後啊 美國官方更是頻繁地使用 武漢肺炎跟中國病毒等詞彙 更是在記者會上表示 中國肺炎或是武漢病毒一詞 並無不妥 只是指出病毒的發源地 其中更有一個官員說啊 中國人也不叫他COVID 習近平多次叫他武漢病毒 美國總統川普大大在2月22日表示 中國並沒有及早揭露訊息導致疫情失控 你讓川普大大失望了 川普表示啊 我對中國是有點失望的 我必須誠實地說 儘管我喜歡習主席 也尊敬尊重這個國家 但是中方應該早點告訴我們疫情的狀況啊 看來川普大大是深愛著習大大的人 但是面對川普跟美國的指控還有回擊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也重號反擊 認為這是美國的造謠跟污蔑 做賊的喊抓賊 更表示啊 美國他完全是浪費了中國 為全世界贏得的寶貴時間 還要求美國應該要立即停止 對疫情的政治化 還有對中國的污名化 而在另一邊的戰場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歐塔加斯 也跟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 在推特上 你來我往 唇槍舌戰 戰得不可開交啊 歐塔加斯表示 台灣在12月31日 就試圖警告世界衛生組織 病毒可能人傳人的這個消息 而中國卻到了1月20日 還在否認這件事情 而華春瑩則強調 中國從1月以來 都持續向美方更新國內疫情的狀況 和應對措施等等 批評美方讓中國成為代罪高養 這個舉動並沒有什麼注意啊 不過啊 川普大大也在3月23日的記者會上 首度改變說時 表示不再以中國病毒 稱呼這次的疫情 認為必須確實保護在美國 和全球的亞裔社群 並說啊 他們都是很棒的人啊 病毒散播一點都不是他們的錯 不過啊 這次美中的口水戰 究竟還會發生什麼樣的變化呢 就讓我們一起在之後的節目 繼續追蹤下去吧 那最後啊 又到了我們每週關心習大大的時間了呢 這次的中國啊 內部不僅出現了零確診的狀況 更派出了醫療團隊 遠赴意大利提供協助 不僅如此啊 馬雲還在3月初的時候 送了100萬個口罩給日本 那這個疫情狀況是真的有改善嗎 不過啊 我想這一定是我們的習大大 領導友方啊 才讓中國的疫情好轉得這麼快速 而且武漢也預計在4月8號就解除封城了 不愧是我們的習大大 習大大我就在 最後啊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也可以幫我們點贊訂閱跟開啟小鈴鐺 那這週的新聞就到這裡結束囉 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我們這個NG片段是不是要聊一下 那個學習筆記的驚慌 你要聊什麼事 我們好像沒什麼可以聊的嘛 怎麼要聊什麼啊 要不要聊一下感言是不是 沒有什麼感言啊 沒有 因為睡不好壓力很大耶 好啦好啦 嘿老闆 你要不要找一些贊助 怎麼贊助啊 就是 接受一下資本經驗的荼毒啊 我們怎麼可能接受資本經驗的荼毒 你覺得這次不會無限當生 等一下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啊 啊 啊 我有沒有說我們前面 我沒有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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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是 再來是